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回到兰诺YouTube频道 今天这个影片是一个挑战 因为最近啊在加拿大有个YouTuber 他叫做Daniel Schiffer 然后他就开始tag他的朋友 那个挑战就是 你要回去看你自己拍的第一支MV 或是你自己的第一支影片 然后呢我就莫名其妙被我另外一个在美国的朋友 tag到 所以呢他在跟我讲说 你现在要来看你的第一支MV 那其实我在拍这支MV之前 我就已经开始有在拍一些小影片啊小短片等等 好废话不多说 我先来介绍一下这个MV他的场景跟他的人物是谁 场景呢就是在Envercargo 在纽西兰最南边的一个小镇 然后歌手是一对来自印尼的兄弟 他是我学校的同学 是我弟的同学 反正就是同一个学校的 然后他们两兄弟 长得非常的帅 也非常有音乐天分 但是没有人帮他们拍MV 那我弟就跟他们讲说 我姐会拍影片 你们要不要就是让他帮你拍拍看 所以我们就挑了一个晚上 然后在市区乱晃乱晃 然后配上他们的音乐这样子 所以就成了这支MV 我大概已经有一年没有看了 所以要把这个再拉出来 就是心里还是会有一点小紧张 好 我们开始看 啊对我忘记说 这一首歌是 Justin Bieber 的 Love Yourself OK 那个时候啊 是我用iMovie剪 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个字体 这个字体还不错 没有看起来太差 他不是那种就是 有点像威力导演 或者是那种非常好色 他跑在哒哒哒哒哒哒 他就是还蛮简单的 Roughly and toughly 就是这两兄弟的名字 其实那个时候我觉得这边运镜不错 其实那个时候我觉得这边运镜不错 You broke my heart I'm good for your mercy You think I'm crying all my you will lying 死角 等于那时候是用你控的D5500 他的自动对焦很差 And I think you should be something I don't wanna hold back Baby you should know that My mama don't like you 这个 这个是我爬上大概 两三楼高的楼梯 嗯 梯子 然后从下面找上去 其实那个时候在拍之前 我也没有特别想说要怎么拍 我觉得那时候就是 找两三个小时 然后把一些我们觉得漂亮的场景拍进去 所以 那时候也有加入一些I'll take的部分 然后其实这个 这个参考是 这个是拿谁当reference 我也忘记了 对他们两个其实蛮调皮的 后来 等一下 等下又会看到他们过马路 等下过马 过完马路之后 我那时候有叫他们就是躺在地上 对 可是还好 因为Everkago他那个震不大 然后那时候也是晚上 所以车子不多 应该说我一直都很喜欢那种工业风啊 或者是有点流浪的感觉 所以那时候我们选的场景就是 就是在一个小巷子里面 但是反而这样子拍出来的效果很好 然后那时候我们就是踩说 呃我们想要用 喔 to focus 对那时候 那时候工 Hey guys The Raffles is here 哈哈哈哈 这真的是我们家的猫 还要好小一只喔 OK 所以这就是我的第一支MV 那时候我们真的没有想太多 因为那时候我连 我连拍一个正规的影片的经验 都不太有 我那时候就想说就是挑 挑个时间出去玩 然后大家就是have fun就好了 所以现在回头看 我觉得都还不错 不会让我觉得太尴尬 你知道那时候很好笑 他们就说他们每个礼拜要上传一支 然后到最后他们上传两支 然后等到半年才要拍了第三支 所以我们现在来看第三支 第三支他们后来就换了 他们换了一个 对他们换成Ed Sheeran的Tenerife Sea 对我觉得这是三支里面拍的最好的一支 那这首Tenerife Sea 它因为就是在讲海 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挑了在海边拍 一样是用一个下午 那时候变成是有两个人 因为那时候我已经开始上大学 所以那个时候我请电影学校另外一个人帮忙拍 然后我们有另外一个人是帮忙我们拍幕后花絮 所以这部影片我们除了有拍MV之外 还有一个幕后花絮 哦对我们这次还有请模特儿 其实那个时候我们把他定位 就是把他定一层就是一个小鲜肉 所以他在里面就是会有很多那种就是想要 就是电女粉丝 因为其实那个时候学校很多女生都喜欢他 其实我很喜欢这个景 因为那时候我还有加letter box 所以看起来很有电影的感觉 嗯 那时候那边真的很漂亮 我不知道为什么他手上一直要拿那根草 嗯 一样这台这个MV也一样是用米通的D550拍的 有些画面好像是80D吧 对然后这就是男女主角 男生是泰国人然后女生是纽西兰人 海边真的很漂亮 嗯 断电人 你知道哥哥他脸上这边那个不是纸 是那个纽西兰那边有种小黑纹 所以他那个时候其实很痒 但是他不能就是打 因为他那个弹吉他 那个时候我尝试在调色上面做一些变化 所以两兄弟在唱歌的时候比较暖色调 男女主角在海边玩的时候比较暖色调 其实那个时候我们踩的沙灘上有点湿 啊我怎么会有路人 对了他们还要在那个沙灘上面画那个爱情 我刚刚讲的就是沙灘上面有点湿湿 但是有手会有道理 所以会让整体画面看起来更立体 他们男女主角算是蛮大方 因为他们都是在学校有修喜剧课的 重点要来重点要来 我跟你讲真是重点 我不知道为什么在这边想要把它弄成黑色的 可能是因为他后面是副歌的那个比较 比较高的地方 所以我想说哇黑色的 然后砰 要接吻了 怎么变歌手了 这是魔术 所以后面我们就有点是要用打破第四道响的方式就是 原本是戏 然后后来又变成末末华 Eleanor Janfil yeah 所以这三部MV里面我觉得最喜欢 但是 但是我觉得还是有可以进步的地方啦 就是三年后回来看还是觉得就是有些可以进步的地方 OK 所以这就是我回顾我的前三支MV的挑战 然后其实回来看感触蛮多的 就是觉得那个时候拍影片真的没有什么压力 因为那时候单纯的就是帮朋友拍 然后拍好玩 然后他们也没有付我钱 另外我学到很重要的事情就是 不要觉得自己很厉害 因为当时我在拍的时候我觉得自己真的是太棒了 怎么这么有创意 但是三年后回来看真的是 嗯 好 我的挑战到这边结束 然后最后我要讲的就是 如果你今天是刚开始在拍影片的时候 不要因为觉得好像看到网路上啊 或者是电视上有很多导演他们很厉害 然后就很气馁 觉得说自己的器材不够 或者是自己可能资源不够 因为其实到最后真的 真的是你有多少热情 就能够拍出多棒的作品 所以如果你今天想要拍MV 想要拍什么东西你就去拍 因为你越拍你才会越进步 然后我们下一集见 Cheers 这一集都好 我心里想要拍摄 因为这都会更好 但在试图中 那很多拍摄 那也就起不了了 每银子通过 有多少眼睛 那个人是拍摄 那摄像是经典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